荒废的八分地水稻田 透过社区志工们一年来的改造 变成友善生态和花田 来看新竹县竹东三重里 新种植500平的菜藕 与400平的百叶莲 能够同时赏到这个体验到赏花和食农乐趣了 花旷目前已经开了有七成 在七月底前是最佳的赏花期 粉红多层次 犹如蓬蓬群的莲花 在夏日残名中优雅绽放 竹东正三重里的快乐农场 今年新开辟900平的莲花田 分别有开白花的菜藕 与粉色的百叶莲 吸引民众与摄影同好强拍美照 我们大概在五月下旬的时候 就开始了花苞就开始漫无出来了 这个应该会持续开到 大概七月底八月初 所以这段时间会盛开的时候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 我们乡亲一起来观赏这个美丽的景点 从开第一朵到最后一朵 约两个月的花旗 除了可以体验走田梗 隐身在连夜中 还有跳木桩似的往美秘境 感受莲花包围的浪漫 中心路向弄底的这片八分地 过去曾是荒废的稻田 去年水利鼠整治水沟 在里长与地主沟通后 提出将土地活化的构想 透过爱心妈妈们夏天耕种 从玉米 地瓜到现在改种莲花 夏天拔杂草 轻拂寿螺 大热田维护花田相当辛苦 我们有空的时候也会来帮帮忙 拔一些草 拔一些灶 这是我们川崇里休闲的好地方 虽然是辛苦的 可是我们很乐意来帮忙 杂草 福寿螺 福寿螺子蛋很多 就像那个水菜 现在只要在里面干干净的水 随便都找得到 那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也想要里面放一些原始的泥丘跟黄鳝 因为它们本身就生产在水泥田里面 这样子亲子共学 包括小朋友的学习能力会更好 花瓣有趣的像在招手 原来每朵莲花中 几乎都有小昆虫在朵猫猫 竹冬大尊干净的水汁 加上志工们只是有机肥 未来要让大小朋友 亲自体验友善农作 也探索莲花田丰富的生态